欢迎大家收看写字旅行的频道 今天是完毕去系列哦 然后要介绍就是呈现在眼前的这一款 索伦之眼 那这也是万特加季 去年他推出一款限量 全球限量379只的魔戒款之后 然后今年再次推出跟魔戒相关的索伦之眼 以他为主题 那当然这一支相对于去年的限量款 相对评价许多 然后呢 但是他还是很有诚意的配上这个制作魔戒 待会会示范如何把它拆下来 那今天就跟着写字旅行的脚步来 好好认识这一款魔戒这一具钢笔 那喜欢魔戒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支笔呢 整体重量约末43克 然后单笔伸约末24克 所以拿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适中的 通常是蛮适中的 然后加上它的重心也是蛮适中 所以我觉得握起来算是很舒服的一支笔这样子 所以蛮适合平常书写的 而且它颜色算是蛮就是不会太浮夸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办公室拿也OK 然后它是可以套盖的 然后套盖后当然整体重量就变重 而且重心我觉得有点往后 所以我是不建议套盖使用 然后这就看个人习惯了 好 那接下来就来看看它的笔尖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笔尖 那它笔尖呢 它比较有点消光黑的感觉 就是有点偏黑色 虽然不是全黑 那这个可能要跟它像其他像 就是万特家的Elmer相比 这样一看就知道它是比较银色的感觉 然后它有点偏黑 较黑一点点 好 要比 这样放着才会看得出来它的一些差异 那其实假如人更黑的话 我觉得淡更好 但是就是稍微而已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它笔尖算是 记得没错 应该是也是揪我尖 然后揪我尖的特色就是滑速好写 那所以我觉得这支笔可以成为 就是你平常速写的一个好工具就对了 好 接下来登起来钢笔比较一下 那像这个是以达米常见的狩猎款 来给大家一个指引 那其实他们万特家的钢笔 其实它的外观长度 就是其实跟这个 你看这是Elmo Fantasy系列嘛 这是所人之夜今天的指教 然后这是飞行笔 其实就是整支笔的长度其实都差不多 宽度也差不多 对 所以其实它在外观设计上除了强调细径之外 它也是强调就是它的使用性 就是让你不论攜带上或者是收藏上 其实都不会因为太大或者是太小 造成困扰 所以就是还蛮符合一般的标准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一点是设计上是 应该是有思考过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它打开看 那打开看之后 然后这个是Lami的 搬笔身 然后这支刚好Lami是配黑肩 然后飞行笔的笔尖也是稍微有点消光黑 所以你看到它会跟这个索纹之眼 颜色其实差不多 那现在拆开来看可以看到说其实 这一支的话相对 所以Almo跟这两支就索纹之眼 其他笔身就蛮捷径的长度 单笔身的话 然后Lami相对稍微长一点 那飞行笔相对比较瘦小一点点 所以供大家一个参考 然后这几支都可以掏盖啊 掏盖之后看一下 就太长了 Lami我觉得太长了 飞行笔尖还刚好 因为它本身就 好 掏盖之后 好 目前Lami螺换 我们看一下 好像Fantasy Almo跟这个还差不多 那飞行笔还是比较小近一点 那都套盖之后 Lami就跟这两支差不多了 好 供大家一个简单的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概念这样子 在选择上就是可以知道 它的大小尺寸 那你也比较好知道自己的需求 好 以上供大家参考咯 好 最后呢 想要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那其实它这一支笔呢 就是我觉得是蛮适合 假如你是魔戒的笔的话 蛮适合收藏的 像去年出的那一款限量版呢 就是笔身设计非常的精细啊 然后我觉得 而且其实在价格上当然是比较贵 而且那是比较适合收藏的 因为它笔身上有雕刻一些 魔戒里面的电影的一些人物嘛 所以就是它其实比较适合收藏 那但相对来讲这一支笔就是 它设计上是比较简洁的 那简洁当中呢 又不会说太单调 因为它有这个魔戒的一个戒指 然后可以让你当 你可以把它拿下来当项链啊 或戒指啊 所以也是有一个噱头在的 然后你笔又可以贫乎书写 所以我觉得不论是 就是在纯 使用上也是有的 然后在设计的点上也是有的 所以假如你是明经理的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支笔 那而且它在书写的使用性 刚刚有介绍过 其实它笔身不会太重 然后就是我觉得平常书写是 还蛮适合的 而且它长度什么都刚刚好 所以平常 携带也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推荐给 就是 魔戒名 一定 一定要收藏 然后而且听说电视剧也要死 好像是今年 不知道 就是因为有电视剧 有魔戒 所以万特家才会找 就是 他们电影公司合作 这样子 所以想要再重温一下 魔戒的一些 景点的内容 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他们的电视剧 然后也不要错过这一支笔 这样子 好 今天写字旅行就到这里为止 然后记得帮我按下订阅 还没订阅 可以帮我按订阅 然后帮我按分享 还有按赞哦 那我们写字旅行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